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你还别说熊儿 让你这样一讲我也想吃粽子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不出去巡逢了 就在家里包粽子吃吧 熊大和熊儿准备了一小盆的大米 还有粽业 熊大熊大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包粽子了呢 只是我不会包粽子 哎 熊儿 这个包粽子的活儿还是我来吧 你在边上看着学着 看看你能不能学会 好吧 好吧 熊大 那你赶快包吧 我现在都好想吃到粽子 我已经等得快等不及了呢 熊大的速度也很快 转眼就包好了两个粽子 熊儿 你过来看看我包的粽子怎么样 熊大熊大 熊大 这粽子包得太漂亮了 赶快把剩下的那两个也包上吧 这样我们煮一煮就可以开吃了 熊大很快把另外两个粽子也包完了 熊儿 着急要去拿着吃 熊儿 熊儿 这粽子还是生的 刚包好要在锅里面煮一下才能吃的 生的怎么可以吃呢 熊大 嗯 我给忘了 我去把粽子拿出去煮吧 熊儿把粽子煮好了 然后分给熊大两个 自己两个 这时候熊大拿着两个粽子 转过来对熊儿说 熊儿 熊儿 你看我们的粽子 是不是要和别人分享一下呢 要和谁分享啊熊大 我们就这一点点粽子 如果分给别人了 那我们不就没的吃了吗 不会的熊儿 这两个给你吃 你手底的两个我们就送给光头墙嘛好不好 最近光头墙不砍树 一直表现不错 那我们就当作是给他的奖励了 如果你想吃的话 下次我还可以再给你包一些呀 反正我会包粽子 你说是不是呢 熊儿想了想 熊大说的话有道理 于是就答应了熊大 要把粽子送给光头墙 熊大熊儿 很快来到了光头墙的家里 可是大门紧闭 不知道今天光头墙会不会在家里呢 熊儿 你来敲一敲门 看看光头墙是不是在家里 熊大熊大 熊大 也许光头墙真的不在家里 我们把粽子拿回家自己去吃好不好 熊儿 刚才我们在家里不是说好的吗 怎么你现在又要反悔 这样可不好 我才没有要反悔 光头墙 嗯 也许不在家里呢 那你敲敲门看看 如果他真的不在家里 那我们就把粽子拿回去好了 熊儿走到光头墙家的大门口 咚咚的敲起门来 光头墙还真的从屋子里面出来了 熊儿很失望 光头墙把你的大门开一下 光头墙出来乐呵呵的问熊大熊儿 咦 你们到我们家里来 怎么还拿着粽子呀 不会是给我光头墙来送粽子的吧 哎呀 光头墙 是给你送粽子的 你看今天我包了几个粽子 呃 然后 嗯 嗯 你没听说过你会包粽子 所以就把包好的粽子送给你 来尝一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光头墙借过熊大手里的粽子 嗯 对熊大说 谢谢你熊大 谢谢你熊大 包着粽子还会想着我光头墙 下次我光头墙如果能买到一些 或者是能做到一些好吃的 一定也会想到熊大和熊儿的 熊儿听得非常开心 光头墙 那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哦 以后有好吃的可不能自己独自享受 要和我熊儿分享一下 当然了 当然了 熊儿 下次有好吃的忘不了你 好了 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